人最怕老来穷了 年轻的时候没有钱没关系 二十几岁又没结婚 养活自己就等于养活全家 可是一个人到了老年了以后 你没钱那你是很惨的事情 我有一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 八十多岁 她就这么一个儿子 孩子就跟她说 妈我要结婚了 没有个房也不行 你要不然你把这个房子卖了 你不是银行还有点存款吗 老房子老婆小卖不了多少钱 再加上你那个存款 就能够凑齐一个首付 买一个大一点的房 这是一起住吗 然后呢我跟媳妇来给贷款 还有老太太听还挺高兴 这个孩子心里还有娘 他想养儿防老吗 那自己百年以后 还不是什么都是儿子的啦 然后呢他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在市区里头 离他孩子工作近的市区 买了一个几百来平米的房子 自从搬进去以后 这个生活从此就变了样 原来他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 他是家的主人 现在房子买的是孩子的名字 这一下子变成自己的房子没有了 成了儿子的房子 然后呢存款也没有给儿子付了首付了 结果呢没事儿媳妇嫌弃他 儿子嫌弃他 连他的儿子的丈母娘 没事来家里住也嫌弃他 他在家里就像保姆嘛 就伺候儿子嘛 给儿媳妇洗衣服呗 然后要做饭 饭做得不好了 有儿子媳妇也要说 家里收拾不干净了 儿子媳妇要说 然后给这个带孙子 孙子带不好了 磕着碰着了 孙子瘦了 孙子感冒了 又都是他的错 他从此以后呢 家里任何事情 他是唯一的罪人 你说一个老太太 七老八十 本来好日子过得挺好的 结果到现在 寄人篱下 看人脸色 后来他因为 他去给他老爸上坟呢 买了一些东西 买的比较多吧 一些祭品啊什么的 孩子儿媳妇回来了以后 弄着把他数落一顿 他心里不高兴啊 我给你死去的爸爸 买点东西不行了 吵来吵去吵吵吵吵 他的儿子儿媳妇 直接给他送养老院去 这种现象 大家不要以为是特例啊 其实在社会上 这种现象挺多的 我常常有时候 跟很多的老人家讲 管好自己的钱 管好自己的老本 老年人一定 不要听别人的话 意识头疼脑热 乱去投资 投资投资就被人骗了 老本都没有了 很糟糕 第二个是什么呢 养儿防什么老 养儿不啃老 你都阿弥陀佛 而且孩子与父母的关系 它本来就是一种 渐行渐远的一种爱 所以我总说 什么叫福气 宁可终年坎坷吃点苦 老来享福才是福 送通资讯 コ村子